奔驰赢麻了 奥马玩个追涨杀爹 给自己干拉哭兜兜了 就奥马涨价这期间 给隔壁的奔驰 起码增加了两万台以上的销量 我相信视频前奥马的领导 已经撸撸脸了 气得啥月不来事了 现在陆续奥马的行情 又回归到之前将冒炸的状态 一定记住熊的嘛 只要现在抓到这些豪华品牌燃油车 价格比上半年便宜 你不用等了 听说还有宝贝要等25万裸车的奥铁六 你做梦去吧 汽车价格战是有底线的 你看现在有多少家车企 缩减产能开始猜源 我希望你们买车不买贵 而不是不让你们干的 你就看看这边我提了多少新车 我提了酸板脑袋 编车脑袋我哐哐冲啊 我个人感觉不任何不良引导 明年的车价不会像今年这么便宜了 我说都是大部分热门车企 一些个冷门没人要的 可能库存还会积压到明年 但是等这些个车企 把供需关系维持好了之后 你就减不到漏了 东西已经提了合适价格车的宝贝们 我陆续也会给你们天前分享 这些个新车二手车行情 哪个值得干哪个推勾里 作为车销颜值脖子 我就问你靠不靠谱就完事了